我的主打歌 范小萱鐵粉 郭靖顯變平頭酷妹 炸雞啊 薯條 然後 洋蔥圈我其實還好 然後有些雞米花啊 對 然後我個人又很喜歡喝雞湯 哇嘞 一堆食物啊 郭靖是來K歌還是來大吃啊 因為我想說反正在KTV裡面 我就沒有想要很認真的唱歌 就覺得喉嚨要怎麼樣壞掉 都沒關係 喂 喉嚨壞掉還得了 看外面濕了 我一直等著 讓幕裡的燈都亮著 只有傷心的水了 這樣壓抑的心了 想著妳要來了 何該變的都明朗 然後因為我平常歌唱比賽 就很愛唱范小萱的歌 然後我的同學就幫我報名了 那個范小萱的歌唱大賽 然後我就一關一關 過關斬將的呢 不小心呢 就是到了那個前三 前三強 對 然後又很不小心的呢 獲得了第一名的這個部分 然後那時候差一點 要我為了這個 對這個比賽 要替平頭 然後我那時候也一直失心瘋 還想說 這樣我就可以跟范小萱一模一樣 香港出身的他 對廣東歌也很有一套喔 每次唱到這首歌 我就會回想到以前大學時期 你有聽說如果這首歌 好像是寫給王妃的 喔 因為王妃嘛 所以她就想說王 然後再多個一點 可以掩人耳目是不是 是不是 蘋果有浪漫 有點浪漫 霸倒